在羽毛球赛场林丹和李宗伟之间的对决经常会擦出别样的火花 伦敦奥运会之后林丹进入到了半退休的状态 陈龙则是顶替了自己的师兄成为了李宗伟最好的对手 昨天的全羽羽毛球公开赛南丹决赛中 陈龙没能闯过李宗伟这最后一关与未免失之交臂 从2009年的印度公开赛开始 陈龙和李宗伟之间一共有过15次交手 后继之秀陈龙以8胜7负的威胁优势领先 昨天这场球李宗伟延续了本节杯赛中的良好状态 直落两盘举的冠军 这已经是马来西亚一哥的第三个全英男单冠军了 说起自己的对手陈龙也是甘白下风 我觉得其实今天打的确实比我好我感觉 而且我打的可能不够耐心吧 因为也是有16次的交手 所以我觉得打的感觉我觉得也正常 因为确实今天对手打的比我好 对吧 对 想不到自己会打的这么好 因为之前来两个星期也没什么练 因为自己的脚又受伤了 然后自己都没什么练 我觉得来这边就是顺其自然吧 然后今天就是说 觉得自己有一点放松 也不想这么多 输赢也无所谓 就是说今年很多的大比赛 但是还是尽量的去拼嘛 对 拿到冠军之后跟家人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了吗 还没有 因为刚刚拿完奖 觉得等一下会打给我妈 他说我老婆跟孩子吧 对 服输归服输 作为羽毛球运动的一大高手 陈龙肯定不会心甘情愿的被轻松出战的李宗伟打一个0比2 毕竟陈龙在去年的全英赛决赛中就战胜了李宗伟 拿到了南三金牌 而这回只能见证对手成就三冠王的规划 赛后陈龙的一番话也让我们听出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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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这是这只是公开赛嘛 对吧全英 再说我觉得我也通过我自己努力去拿过了 对也不是说我不想拿或者说说我很想要 因为我们两个在场上都想赢 对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还正常吧 我觉得对 对吧 我觉得没事因为我是世界冠军啊 对吧 对吧 因为李宗伟他目前目前还不是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态还还还还还还还挺好的 十六次对决八胜八负 五年下来陈龙和李宗伟在战绩上打了一个平手 陈龙表示自己还需要和林丹李宗伟这样的前辈多学习 李宗伟也把陈龙看成了林丹之后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觉得现在没有林丹还是有陈龙吧 我觉得这还是我最大的两个的对手 不管是林丹还没出来比赛 我觉得还是陈龙还是我最大的对手 在全英公开赛之后 各路好手又将踏上各自的征程 除了各大公开赛 包括汤姆斯杯 世锦赛和亚运会 也将先后在2014年上演 也许观众们不需要等太久 就能再次目睹陈龙李宗伟这些高手之间的较量了 体育频道记者 文明换报道